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胡塑老师哦 从今天开始呢 我就跟大家一起继续学习关于葡萄牙语AR水平的内容 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环球葡萄牙语的课堂 我是你们的胡塑老师哦 今天这期课我们就开始讲 Unitagi Decize第16单元的第6课了啊 那么第6课的话 按照我们的惯例就是一节复习课 对于16单元呢 我们用了5节课来细致地讲解了 关于一些医疗卫生方面的事情 比如说该去怎么预约医生啊 面对医生的时候应该去怎么说呀 应该怎么去吃药啊 应该怎么去跟描述自己的病情啊 对不对 这些表达都是我们在第15单元必须要学会的 那么好,在这一节课呢 老师就跟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 我们前面5节课当中学习的那些最最主要内容吧 那么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人体的身体部位用扑语都应该怎么说 当然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学到过于细致的那些名词 但是呢,一些主要的部位 我们必须要懂得怎么说的哈 好,同学们,先来跟老师一起回忆一下 我们人体最顶端的就是一个脑袋呀 头部对不对 那么扑语该怎么说来着 这个单词叫做cabeza 好,接下来呢 头往下一点点就是脖子啊,颈部啊 那就是biscoso 好,脖子再往下一点点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呢 就是我们的颗部啊,颗部叫做brazo 那么好,胳膊有一个胳膊肘是不是啊 或者是叫做肘部啊 那么肘部用扑语该怎么说呢 就是guduvero guduvero 那么好,胳膊的末端呢 是手 手这个名词是 毛 好,说到毛这个词呢 老师必须要提醒大家一下 毛它是一个音秀名词,对不对 那么老师要问大家了 它的复数形式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哎,对,有同学肯定要回答正确了 那就是直接加一个s就够了 那就是mouse 好,它虽然看起来简单啊 但是对于以aor结尾的这样的一个名词来说 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复数形式 所以说老师要单独的给大家强调一下 接下来看人体躯干的上半部分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就是自己的肚子和腹部,对不对 那么这该怎么说呢 叫barriga barriga 上半身的主要部位我们说完了 那该说下半身了 下半身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是 嗯,腿,那就是berner berner 好,腿的末端呢就是 脚了,脚是ber ber 好,我们看到 脚这个单词是非常简单的 只有两个字母构成 那么老师要问大家了 你能不能够编辑出来 ber这个单词是音效还是阳性的呢 啊,有同学想起来了 它是一个阳性的名词哦 好,老师再问第二个问题 它的复数形式是什么样子的呢 哎,大家请注意看 是bass bass 直接在b 后面加上一个s就够了 好不好 大家一定要记住它的复数形式 以及它的阴阳性啊 好,我们知道了身体部位之后呢 就应该回想一下 那么我们如果说某身体部位出毛病了 哪疼了,哪不舒服了 可能要去医院去问医生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往往就需要去医院的一些药房啊 或什么地方去买药 那么好,我们就需要了解一下在医院里面的一些设备啊 并且这个药该怎么说 我们来看 在医院里面我们经常会碰到等候这种情况 是不是 等候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等候室或者后诊室 那么这个地方叫做 Sanagia Espera Sanagia Espera 好 那么从医生那里出门 接下来我们要去药房去抓药了 那么这个药房该怎么说呢 是Farmacia Farmacia 好 在药房里抓药之前呢 我们要给医师这些处方 让他们去给我们抓药 那么这个药房处方该怎么说呢 叫做Receita Receita 好 医生给你递过来的药 那么这个药该去怎么说呢 药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Metigamendu Metigamendu 第二种就是 Hemeju Hemeju 这些词汇我们理解到 未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居然说吃药了 那么这些主要的药片药品 我们都应该用普语怎么讲 首先我们来看 Metigamendu 之下有哪些主要的药品 需要我们去学习呢 第一个是抗生素 对吧 这是我们日常非常非常依赖的 或者是吃了非常非常多的一种药品 就是抗生素药品 那么这个抗生素用普语怎么说来着 这个单词有点拗口有点长啊 不知道同学们还记不记得 那就是 Antibiotico 好 这就是抗生素 那么接下来 抗生素呢 它往往是一个以药片的形式来呈现的 比如说我们的阿姆西林啊等等 这样的药品对不对 那么这个药片我们同学们都会说吗 哎 药片就是 Comprimido Comprimido 好 有药片呢 可能还有膏状的那种药品 就是药膏了 是不是啊 比如说外敷啊 这种去疼痛啊 去过敏啊 这种药品 经常会有药膏 那么这个药膏的话 我们拿到手里 就应该知道它用普语该说成 Bumada Bumada 好 这就是药膏 那么有的同学呢 可能经常会有鼻炎啊 鼻子不舒服 那么可能需要滴一些滴鼻水 对不对 这是一种药品 那么好 这些滴鼻水该怎么说呢 叫做Gordas Nazais Gordas Nazais 或者是还有另一种说法 那就是 Ofdermigas Ofdermigas 发音可能有点绕口啊 但是同学们一定要多读多练 接下来是糖浆 这就是什么 我们嗓子比较难受的时候 是不是啊 特别是我们说话比较多的时候啊 或者是某一段时间 一天当中 喝水不多呀 就造成有点上火呀 嗓子不舒服 那么这时候喝点糖浆 让我们的嗓子呢 舒适一点 那么这个糖浆呢 就是Sharob Sharob 好 接下来 如果说同学们感觉 可能有一天发烧了 特别不舒服啊 需要吃点退烧药 或者是类似于Aspirin 这样的一个药品 那么用普语也有相应的名词 需要我们去记得 就是Aspirin Aspirin 好吗 好 还有一种药品 非常神奇 叫做对酸 胺气分片 这也是我们经常会得发烧的时候 会用到的这样的一个药品啊 那么他用普语该说成 Barrasse d'amour Barrasse d'amour 你要注意啊 这个单词虽然音节非常长 但是中毒音节 必须要落在最后一个音节 Mor上 千万不要读错了 那么好 我们刚才说的都是药品啊 当你发烧啊 感冒的时候 经常会喜欢量体温 那么这个体温剂 是我们身边 或者是在我们家用当中 离不开的一种工具 对不对 那么这种体温剂 该说成 Barrasse d'amour 好 现在我们已经复习完了 关于药品啊 关于自己的身体部位啊 等等的这样一些词汇 那么接下来就要想了 如果说我去看医生的话 该怎么去说呢 有的时候啊 我们很多时候是感觉到疼 不舒服 那么这个疼 是在我们描述身体症状的时候 经常有说的一个词 那么就是Dot Dot 这个词是非常非常的实用的啊 那么Dot这个词 它是一个阴性的名词 比如说我头疼了 那么这个头疼该怎么说啊 Dot de di cabeza 好 再比如说牙疼 牙疼不是病 疼起来要人命 是不是 那么这个牙疼就是 Dot de di dentis 好 接下来 如果说感觉都有点背疼 这两天做的时间有点长了 复安工作很累 那么这个背疼就是 Dot de di gostas 好 接下来呢 比如说还有耳朵疼 那这个耳朵是怎么说 叫做 Ovidus 好 那么耳朵疼就是 Dot de di Ovidus 这些就是一些 Sindomas 症状啊 那么好 刚才老师给大家举了这么多的例子 大家应该能够总结得出来 当说哪个身体部位疼的时候 就可以用一种固定的表达 那就是Dot de di 再加上一个身体的部位 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么好 这是一种用名词的方式去表达 那么老师接下来问大家了 如果用动词可不可以呢 哎 有同学可能会想得出来了 因为我们之前专门用一节课来讲了一个动词 那就是Dot de di 这个名词 它是表示身体部位某某处疼的 它是这样的一个含义 那么该去怎么去使用呢 我们比如说啊 我头疼 头疼的话 本来可以说成Dot de di 一个别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如果用成Dot de R4呢 那就是 哎 大家要跟老师一起来说 开动你的脑筋 那就是Doy me a cabeza 哎 看到了吧 这就是头疼 也就是说Duer 这个动词呢 是跟着自己身体的部位 它是单数啊 还是负数啊 来进行相应的变位的 对不对 那么现在再比如说啊 我牙疼 哎 牙是Danges 对不对 疼的话应该不是一颗牙疼 可能是一个面疼 好几颗都会疼 那么就是Danges 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说呢 就是Doy me Danges 这就是相当于Dodgy Danges 这就是表示某个身体部位不舒服了 那么居然说到这儿啊 老师就带大家再联想一下 还有什么其他的表达方式来说 自己的身体部位不舒服的吗 哎呦 同学肯定想得起来 因为我们之前用了非常多的时间 去做这样的相关的练习 那就有另两种表达 非常简单的都是我们要常见的 普遇到动词啊 那就是Estar和Dir 那么用Estar该去怎么去表达呢 对 需要用一个前置词 Gong 那就是Estar Gong 比如说啊 我头疼 该怎么说啊 Esto con Dolce Gabeza 哎 这么说就可以了 那么同样用Dir呢 应该说 Dirno Dolce Gabeza 也是说我头疼的 我们看到了吧 同样说头疼 我们可以用三种表达方式 来说同样一个意思 大家一定要把这三种表达方式给记住了哦 好 复习完了一些单词和一些表达之外呢 我们继续来复习一下关于一些句式和短语啊 当我们有病患病痛了 去医院了 那么医生见到我们面之后 第一句话就是问你感觉怎么样啊 你还好吗 那么这句话该怎么说呀 我们有一个学过的话啊 大家都比较熟悉 那就是说 你今天感觉如何呢 那就是 Sentir Si 用这个动词 对不对 那这句话应该讲成 Gabeza Saint Orge 今天感觉如何 好 接下来 医生可能还会问 你还好不好啊 你感觉怎么样 你还好吗 那这句话就是 我们再熟悉不过了 是我们之前接触过的 以问候语的形式来接触和学习的 那就是 Gabeza 你还好吗 这么说 也是可以的啊 或者说呢 当一个医生比较了解你之前的病情的时候呢 他会跟你说 哎 你有没有得好一点的呀 哎 我们也可以同样的用这样的方式去 问我们的亲戚朋友 对不对 如果他觉得哪里不舒服 前两天病了 今天再碰到他的时候 你有没有得好一点呀 那可以说成 Is that melhor? Is that melhor? 哎 这样的表达 感觉是非常的温馨啊 暖人心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有同学可能还记得 在去看病之前 我们往往是可以做预约的 对不对 那么做预约的话 我们往往就是需要 通过电话呀 通过网络呀 来去预约医生 那么在去预约医生的时候 就会经常需要表达自己的 一个意向 一个想法 一个需要 或者是一个申请 那么好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句式 来去表达呢 哎 有同学印象非常的深啊 应该用 Glier和precisa 这两个动词 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也是非常非常常用的 那比如说 我想预约一下问诊 啊 那么该怎么说呢 Glier magar magonsulta 对不对 用Glier 也可以用点 不是特别委婉的一种表达 非常直接 那就说 Glier magar magonsulta 这样也是正确的啊 那么也可以稍微委婉一点 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 就是说 我需要做一下问诊 我需要跟医生了 聊一聊 谈一谈我这样的一个病情 那说我需要 那就是 Blessis di uma consulta Blessis di uma consulta 或者说 用 Blessis di uma consulta 是更好的啊 感觉你说话更有礼貌 更加谦逊一点 那么好 说到这的话 老师给大家看到一个点呢 就是G和uma 在这句话当中 正巧碰到一起了 那么有同学可能之前 学习过相关的语法 可能会说 这个G和uma 在一起的时候 不应该组合成 Duma吗 你这么说呢 也是没有错误的 不过呢 随着葡萄牙语的发展啊 那么越来越多的人呢 去放弃了 G和uma 或者是uma 在一起的时候 那种缩合的状态 变成Duma 或Duma 逐渐的就消失掉了 那么现在的巴西人 和葡萄牙人 都更加习惯于 让G和uma 去分开 有些时候 让G和uma 或者是uma 缩合呢 会造成一些 语法上的误解啊 给生活带来不便 当然 还有可能是更多的原因 就是很多人 逐渐放弃了 然后就逐渐形成 这样的一个语言趋势 所以说 G和uma 就不再缩合了 大家日后 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就一定要知道 它是什么样一个道理 该用还是不该用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下一篇 同学们是否还记得 如果说医生问你 哪里疼啊 哪里不舒服 那该怎么去说呢 我们一想到 这样的一个中文 感觉好像还是挺难的 但其实呢 如果同学们 对课文比较熟悉的话 就会非常清楚 其实极其之简单 比如说问你 你哪不舒服呀 就可以说成 我给 哎 我们一看 执意是你有什么 是不是 但是在特定的情形之下 也就是说 在医生面前 或者是医生问你的话 他肯定是要问你 哪里不舒服了 哎 这就是相同的一句 非常非常简单的话 在不同的情形之下 会有不同的意思 和不同的翻译方法啊 大家一定要去注意 也是非常简单的吧 或者医生可能会问你 你哪儿疼啊 那么该怎么说呢 叫做 对不对 好 就这几种表达 那么 医生问完了 我们是不是作为患者 应该去回应一些话呀 那么作为患者来说 我们经常会遇到的啊 或经常会使用到的 回答的方式 还是有一些的 我们来看 比如说 当医生问你 感觉怎么样的时候 com te sent you oggi 你可以回答为 哎 我还觉得不错呀 谢谢您 那该怎么说 estobainobrigado 或者estobainobrigada 那么如果 一个医生特别具体的问你 你哪儿不舒服 我给胆 你可以说 哎 我有点头疼 我们可以用 我们刚才父亲 那种表达方式 那就是 estobundorchigabiesa 好 当时我一个医生问你 你感觉到好一点没有 或者是你的朋友问你 你好点没有 estabiliore 哎 你可以回答说成 sine estabiliore 对不对 是的 我好一点了 那么如果说 你确实觉得不舒服 也没有必要 去跟别人客气 那就直接说 感觉没有好转 那就是 no no estobiliore 不 我没有好转 或者说 我感觉自己更糟了 感觉自己更难受了 那么可以说成 estobiliore estobiliore 好吧 这就是 我更加糟糕了 那么同学们 也能够注意到吧 melior和biliore 是两个 反义词 大家可以把它 做成一个笔记 记在自己的小本文上 然后接下来 如果说你身体感觉 不是特别的好 感觉身体状况 更糟的话 那么医生 可能就要让你吃药了 或者加大药量 这种情况之下 他会经常跟你说 一个吃药的频率 对不对 那么来看 比如说 一天三次 哎 你吃药的话 应该吃一天三次 该怎么说啊 这种一天三次是 dress versus alge 啊 dress versus alge 再比如说 你在十天之内 那就是 dress des years 那么在医疗上 我们应该能够知道 在十天之内 吃多少多少药的话 意思就是说 这是一个疗程 那可以说 十天是一个疗程 是不是 我们应该去这么理解啊 好 现在我们基本上 已经把16单元当中 我们学过的一些 重点中的重点 那些词汇呀 表达呀 都给大家说到位了 那么不知道 大家是不是都 回忆起来的呢 哎 如果你还有一点 不是很清楚的话 那希望你在回翻课本 在回翻我们之前的课程啊 然后把我们最最需要 记住 必须要记住的东西 一定要记在脑子里面 接下来我们需要 看另一个重点 那就是 命令式 那么这个命令式呢 是我们可能前几节课 已经逐渐去接触的 那我们在这近几个单元 一直都在接触 关于命令式的内容 那么现在呢 老师就以复习练习题的方式 来给大家复习一下 关于命令式的这些内容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 这样的一个练习题 这是一个情景的设置 我们来看它是怎么说的 是 意思是什么呀 卡罗斯啊 卡罗斯啊 太泡 并且血压又高 所以说他昨天呢 就决定去看一看医生 哎 这就是这样一个背景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它是又泡 并且血压又高的 那么接下来 那就是要求我们 使用命令式填控 来完成医生 对卡罗斯的一些医嘱 那么好 我们来看 第一句话 医生会对卡罗斯说什么呢 就是 一个控 提示词是 我们先不填控 先来理解它是什么意思 它理解是 要吃一点烤蛋的食品 不要有太多的油脂 也要少盐 那么 把它变成命令时代 进行变味 那就是 对不对 应该是 第二个建议是 提示词是 然后 意思是让卡罗斯 喝很多的水 多喝点水 是吧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 进行命令式的变味 那就是 好 第三个 我们看这个词 然后后面写的是 就是要多吃一点水果和蔬菜 对吧 好 在命令式之下 该变成 对吧 好 接下来看第四句话 那就是 提示词 inscriversi 然后呢 num genasiu 什么意思呢 就是去抱一个健身房 去办一个会员卡 让他多去锻炼 那么好 inscriversi 该变成什么呢 命令式是 inscriva 那么可以把这句话 完整的说出来 那就是inscriversi num genasiu 好 接下来看 第五句话 第一次是fazer 然后 jinnastica trez vezis potsimana 意思是 一周三次健身 那么好 fazer 面令式是 fazer fazer 对吧 所以说 答案就是 fazer jinnastica trez vezis potsimana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六句话 num usar tanto u garu i andar maisapé 意思是什么呀 意思就是说 你少用点车 多走走路 是吧 好 那么 usar 和andar 在面令式之下 第三人称单数 er er vc 应该变成 u z 和 ang jinnastica 对不对 那么好 我们现在可以说了 那就是 num u z tanto gahui ang maisapé 应该是 没有问题的吧 这是比较简单的 是考验我们 面临式一个基础的 那么接下来看 第二个练习 还是一个精进设置 比如说呢 你有一个女朋友 今天呢 她感觉特别的失落 特别的伤心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可能 情绪不太稳定吧 然后你需要去劝一劝她 让她开心起来 是不是 在去劝别人的时候 也是我们命令式的一个最最常用的一个用法了 那么好 正好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清冷机会来看一看 应该如何去劝别人 也应该知道如何去用命令式进行贬位吧 好 我们看第一句话 Saya jika zha i 打死你呢 意思就是说你从家出来啊 多走一走去到电影院看电影 哎 是这样的一个含义 那么这个 Saya jika zha i va 打死你呢 在命令式之下 第三证的单数应该是 Saya jika zha i va 打死你呢 那么这个figat在命中式第三诊称单数是 变成fig 所以说答案就是 你不要一个人待着 好,第三句话 意思就是说和你的朋友们打打电话 跟他们一起相约出个门去玩一玩 这个derefonat在命中式第三诊称单数之下 所以说答案就是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四句话 好,那么就要考虑 应该变成 所以说应该变成 dere应该说成 dere 最后一句话我们还能确认什么 就是id as compres i distrairs 我们看意思是 出去购物吧 分分心啊 让自己散散心 就是分散一下注意力 那么好,我们知道id应该变成va 问题是在于这个dere应该变成什么呀 应该变成 dere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题的答案就是 va as compres i distrairs 好,这就是这道题的完整答案 也就是说通过这五句话 你去劝一劝自己的女朋友 让她自己变得开心 起来让自己缓和一下失落的心情 那么好 有同学可能会想得到 在这里不能用第二人称度吗 为什么非要用第三人称单数呢 哎,你应该要知道 这里的第三人称单数 是来源于主语 vosi vosi 那么我们在学巴西普语的过程当中 就应该必须了解 在巴西人里面是很少人用 度这个人称变位的啊 或者是可以说基本上消失掉了 那么我们在学习巴西普语的话 就不应该再去想着度这个变位了 所以说老师呢 就一直给大家用的是 vosi 这个变位 这就是巴西普语跟葡萄牙普语 又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点 那么葡萄牙人呢 相反 这些题目来说 对于他们来讲 都可以用度来进行表示的 那么你的女朋友嘛 跟你关系那么近 用一个度 是表示彼此的关系 比较亲密的一种体现 但是呢 巴西人就不是这样 他还会坚持用vosi 这个度的人称变位 基本上就已经放弃掉了 那么好 我们已经复习了这么多的内容啊 那么接下来同学们就跟老师一起来做一个听力的练习吧 把我们今天所学习的部分内容来通过听力练习进行练习怎么样啊 刚才听老师唠叨了那么多 如果说你觉得有点困的话 那我现在请你打起精神来 赶紧把自己的耳朵竖起来 把自己的笔和纸都再拿起来 我们来一起做一个听力的练习 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的练习来检验一下 你的听力能力有没有衰退呢 或者说你对这一单元的单词 是不是真的非常的熟悉了呢 这个听力练习的方式呢 是我读课文 然后大家去填空 那么这个空呢 都已经呈现给大家了 具体需要去填什么呢 就靠大家待会儿去听听力的过程当中 再去具体填写 老师可以告诉大家 这些填的空里面呢 都是我们在这一单元学习的过程当中 都见过的啊 并且还是我们在这一课当中 重点去复习了的 所以说如果大家对这一单元的内容 充分熟悉的话 那就根本没有什么难度了 好老师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赶紧的来跟大家一起练习一下 自己的耳朵吧 好老师呢 待会儿还是按老规矩 一个文章读两遍 那么同学们会有两次的机会 来填这个空哦 我们现在开始 第一遍 后来的问数 passing附近你的帽子也许自己藏有这么多 farmacéutico longue 리 Luisa Sim, sim Farmacéutico Só um momento Que eu vou buscar Luisa Com certeza Farmacéutico O remédio para a febre prefere em comprimidos O em pó Para misturar em água Luisa Pode ser em comprimidos Farmacéutico A senhora Tente tomar o antibiótico De doze em doze horas Durante dez dias Luisa Eu sei, muito obrigada Farmacéutico São 20 euros Com vai pagar Luisa Com dinheiro Aqui está, muito obrigada Farmacéutico Muito obrigado E aqui tem a factura E o saco Com os medicamentos Therbia Tipou esta consulta no médico A Luisa foi a farmácia Para comprar os medicamentos Luisa Boa tarde Eu queria comprar estes medicamentos Por favor Farmacéutico Boa tarde Então É um antibiótico E uns comprimidos para febre? Luisa Sim, sim Farmacéutico São um momento Que eu vou buscar Luisa Com certeza Farmacéutico O remédio para febre prefere em comprimidos O em pó para misturar em água Luisa Pode ser em comprimidos Farmacéutico A senhora tente tomar o antibiótico de 12 em 2 horas durante 10 dias Luisa Eu sei Muito obrigada Farmacéutico São 20 euros Com vai pagar? Luisa Com dinheiro Aqui está Muito obrigada Farmacéutico Muito obrigado E aqui tem a factura e o saco com os medicamentos 好 兩遍已经读完了 不知道大家回答的怎么样呢 我相信很多同学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我们需要填空的单词难度都不是特别的大 只有一些个别的单词呢 可能有一点难 并且有一点生疏 那么好 我们就来挨个的看一下 每个空应该去填写什么 那么在这一遍当中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跟老师一起来读一下这一篇小小的文章好不好 那么在读的过程当中呢 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去理解这每一句话读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也许在跟着我读的过程当中呢 同学们自己就明白该去填什么了 好 现在我们来开始 Jiboy está consolidando médicos A Luisa fui a farmacia para comprar us Megicamentos 好 第一句话是叫在背景情况的 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从医生那里问诊出来之后呢 Luisa就去了药店 要买一些药 哎 这个背景非常之简单 并且这样一些单词啊 也是我们复习了好多遍的 相信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 并且理解上也应该很简单的 那么Luisa说第一句话 Badagia Cumplare Eschis Megicamentos Bofavor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哎 同学们自己要去思考啊 你说您下午好啊 我想买这些药品 拜托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肯定是 Luisa就把一个Hesida 一个药方 递给了这个售后员 对不对 就是药剂师吧 那么递给了他 药剂师一看 Badagia Eum Antibiotico Eum Cumpli Midos para Febre 那么就是想买一些抗生素 和一些制发烧的药品 对不对 我们看到了这几个空分别是 Antibiotico 哎 填写对了吗 这个单词有一点长啊 不是很好记 那么希望大家都写对了 然后 Cumpli Midos 相信大家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 Fiebre 然后 Luisa说 这个药剂师说 这个药剂师说 您稍微等一下 我会带过来 好 这个空填写的是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Luisa说 好 没有问题 好药剂师回来之后呢 她说了一句话 我喝了 我喝了 这个药品啊 你是想直接用药片吃的 还是磨成粉末 插到水里喝掉呢 那 Luisa说 用这个药片状就可以了 这是Luisa的一个想法 然后 药剂师说 那Señora Dance to Maru want to be o chiqui Gi Dose en dos horas durante desces 要去吃说什么呀 您呀 是要每隔十二个小时 就要吃一次抗生素的 要吃十天 好 这两个空分别是Dance to Maru 然后第二个空是Dose en dos horas 怎么样 老师在读这句话的时候 故意放慢了语速啊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够真正的 把每个单词都听得很清楚 然后填写正确了呢 好 Luisa说 Muito Obrigada 我知道 谢谢您 邮医师回复 一共二十欧元 Como vai pagar 要怎么支付呢 好 Como 填写对了吧 Luisa说 Continero 用现金 Aquí está Muito Obrigada 就是在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 好 邮医师说 最后一句话 Muito Obrigado I agite a factura I usago Gong us magic 这里就是发票和这个袋子 里面放的都是你要的药品 那么好 这两个空分别是Fattura和Sago 怎么样 我们现在已经把所有的空都交代给大家了 大家应该能够看得出来我们这个难度还不是非常大对不对 我相信很多同学啊应该能够做到全对或者是有极少的评写错误 那也是很正常的 那么好 我们第十六单元就正式宣布结束了 我希望通过这一单元的学习呢 大家不要去光学在自己的脑子里记在自己的心里 而是要充分的去使用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当中 如果说你有一天可能要去看医生或者陪朋友去看医生或者去药房去买药的时候 你可能用不到谱语但是你要心里想一下 啊这个药品应该用谱语这么说 啊我去跟医生说身体状况的时候 我可以这么去表达脑子里去想想 然后自己跟自己去练习一下好不好 这就是让自己当学习的内容应用到自己的实际生活当中 当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反馈给我们哦 我们会及时的回答的 好同学们我们下一单元再见吧 到这次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